今天是9月8号说盘了 大家看下后排这些颠覆剧情的票 看到这些票 尤其是看到其中的某两支票 我觉得大家会什么 非常之气愤 非常之无语 可以说是什么 太难了 什么意思 我觉得股民真的太难了 就比如说今天有支票跌停的东方时尚 这个票好好的没什么什么 本身这个位置也不是特别高 那为什么突然就跌停的呢 如果你仔细看这几天的一个信息 你就发现这个大股东可以说是什么 非常之让人无语对吧 想方设法的去怎么去减持 想方设法来去什么去套现 如果你仔细看他的一个信息 你会发现这个大股东违规在减持 明明他不符合减持的新规 他还在减 到底为什么 但如果你仔细看了这个股东 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业务 你就会发现更加的气愤 更加的无语 东方时尚看起来高大上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公司 他主营业务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驾驶员培训 就说本来就是一个驾校 一个驾校既然能让他上市 我就是想我们的股民 到底会怎么想 对不对 那他上市的意义何在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以后 碰到这种票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不要想着哎呀 这个票是吧 不管他说的怎么好听 不管他说的天花浪坠 但我告诉你 像这种票 你就应该要回避他 当然这个还不是重点 他起码他是吧 在这个位置他没有拉高又多出货 但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让人气愤的 这个我乐家居 那一看前面这里霸连板非常之强 很多散户 很多的不明思 你得看他一涨了是吧 在这里使劲的去顶指尖去追 结果高位 你看放量杀跌连续两天大跌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呢 这里盘后信息就爆出来了 昨天就爆出来了对吧 各大股东 可以说是清仓式的减持 使劲的卖卖卖 尤其是大股东 他们在高位卖出了3.5亿3.5亿 可以说是清仓式的减持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他在高位卖掉以后 这是属于违规的减持对吧 在前面这几个涨停板 到底是谁拉起来的 有没有内幕消息 有没有大股东余些什么神秘的资金 什么勾结 然后拉抬股价 然后吸引大家去接盘 对不对 像这种票 你觉得他上市的意义在哪里 我乐家居一看就是做家装的 做家装的 他 给社会带了什么样的效应 其实说的说白了 家装公司全国千千万万 少他一家 多他一家没什么没什么关系 但为什么这种上市公司当时会让他上市 他上市的目的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我们A股 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一个最根本的正结点 就是说A股为什么涨不起来 就是因为这种垃圾公司 这种无脑的大股东 这种什么 这种什么 没有良心的大股东太多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以后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像这种突然一下子就拉起来的 你看这里是吧 一只把一只把顶起来的 这种是吧 没有特别重磅利好的这些个股 一定一定要小心 一定一定要注意 这种往往预示着大股东和一些是 和一些庄家一些资金的什么 一些联合的一些内幕交易 或者说一些做多的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拉抬股价的一个行为 这种我认为大家后期 尤其是一些散户朋友们 不要轻的去追高 不要轻的去顶 另外一个这种上市公司的话 高层必须要给所有股民的一个交代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他 是吧 我在高位减持了几个亿 我再给你罚个30万 罚个50万就炒炒的流失的话 我觉得后期A股的信心 A股股民的信心 将会全部什么全部失去 所以股市想要涨 股市想要活跃 任重而道远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呢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